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错 这些词汇都很好 那么 轻柔呢 有没有轻柔的枪声呢 当然有 这样的枪声可真是称得上轻柔了 甚至能被旁边人说话的声音和风声淹没掉 那么 怎样才能让枪声这样轻柔呢 谁能让枪械这种天生的大嗓门学会轻声细语呢 大概你已经发现了 这几种枪看上去都怪怪的 在应该是枪管的位置有一个粗粗的圆筒 这就是枪械的消音器 一个让枪械说悄悄话的装置 想消音 先要知道枪声的由来 在我们扣动扳机之后 子弹飞出枪口 此时 高温高压的火药气体 也一起高速冲出猛烈地撞击外面的空气 于是产生了巨大的爆炸声 这是枪声的主要成分 此外 弹头超音速飞行和自动武器枪击的往复运动 也都会产生噪声 但通常后两种声音都会淹没在枪口的爆炸声中 我们感受不到 安装在枪管前部的消音器 就是一个消除爆炸声音的装置 从枪口高速冲出的气流 能有多大的能量呢 让我们来做一个小试验 弹头从塑料袋上方掠过 并没有接触到袋子 但仅仅是从枪口外泄的气流 就很轻松地把两层塑料薄膜冲破了 可见其能量是相当大的 要消除高速气流冲撞空气带来的爆炸声 就要想办法把气流的速度降下来 有物理学的基本常识可以知道 气体的压力、温度和速度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如果我们能把火药气体的压力和温度降下来 它的速度也会大大降低 最简单的消音器就是这样一个容器 气流冲入空腔后压力骤然降低 当气体从容器另一端的小孔卸出时 已经变得相当和缓 枪声也就小多了 但这样的简单装置只适用于威力很小的枪械 这样的枪械即使用一个饮料瓶临时充当消音器 也能有不错的效果 这是我国的六七式威声手枪 它的消音器就复杂了一些 在消音器的内部有这样几个隔板 隔板中央还有橡胶片 高速气流进入消音器以后 首先降压 随后再从隔板中央的小孔汇聚穿过 再膨胀降压 反复几次膨胀和汇聚以后 气流的能量就会大大衰减 速度也降低到了可以接受的水平 威力再大一些的枪械 比如这支85式威声冲锋枪 它的消音器结构更为复杂 在它的内部有一串碗形的隔板 被称为消音碗 高速气流通过的时候 不但会反复膨胀和汇聚 还会在消音碗的作用下产生涡流 前面气流产生的涡流 会阻挡和消耗后面的气流 让气流产生内耗 从而消耗它的能量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 通过调节消音碗的数量 间隔角度 以及增加导管 或者在导管以及消音碗上开孔 消音器的性能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不但可以调整总的消音效率 甚至能控制特定频率的噪声 以得到最佳的消音效果 这类型的消音器 消音效率高 结实耐用 而且保养方便 世界上大多数微生枪械 都喜欢使用这种解决方案 要得到好的消音效果 光靠消音器也不行 与之配套的弹药也很重要 弹头超音速飞行 会产生音爆 在枪口的爆炸声 得到有效抑制后 音爆就显得很刺耳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 95式自动步枪 就是这种情况 这种自动步枪 没有专用的亚音速微生弹 微生效果 比专用的微生手枪 或冲锋枪差了很多 当然 对于一二百米外 或者更远距离的射击 完全没有问题 这两颗子弹 左边的是5.8毫米普通弹 右边的是微生专用弹 你能看出什么差别吗 我们把弹头拔下来做比较 可以看得更清楚 微生弹明显的弹头较长 弹体线条也更加丰满 较重的弹头便于在亚音速的情况下 拥有更多的动能 以保证威力 不光弹头不一样 这两种弹用的火药也不一样 微生弹内装的火药明显的要少一些 而且燃烧速度较快 可以保证减低弹头出速和枪口的气体压力 有利于消除枪声 消音器不但要高效率地消除枪口噪声 还要求寿命长 不影响精度 体积也要尽量地小巧 这样就对科研人员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每一种新产品在问世前 都要经过复杂的设计和反复的测试 时至今日 消音器的结构已经变得相当的复杂和精巧 对加工精度的要求也很高 像这样的消音器 会迫使火药气体进行非常复杂的流动 前面说过的几种原理 在这里都能看到 相应的消音效果也有很大的提升 微生武器在军队中的数量并不多 但是在侦察和特种作战部队中 却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微生武器发明之前 侦察兵或者特工人员 要想敲声无息地干掉敌军哨兵 只能靠自己娴熟的格斗技能和大无畏的勇气 如今 有了微生武器的帮助 很多原来想都不敢想的战术 就变得异常简单了 消音器通过减缓气流速度消除噪声 这种原理在我们的生活中也随处可见 比如说 汽车消音器 汽车发动机排出的废气同样是高压高速 如果直接排入大气 它的噪声会比枪声还刺耳 但是经过排气消音器的处理 就变得安静多了 消音器的这种原理 在我们生活中的应用形式还很多 只要您仔细去发现 去探索 它就在我们身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